馬德忠 張兆蘭結婚28週年 馬太曬盡男美女狗照 昨天踏入53歲的馬德忠 慶祝完生日後 今天就和太太迎來結婚28週年紀念日 馬太在社交網上上載了很多張珍貴狗照 她說到兩個人遊行成為夫妻 絕對是三世姻緣 希望一直能和對方共同進退 相中見到馬神抱著太太露出幸福笑容 作為愛車好的她也留言說 感恩人生有理相伯 孟子娘很早就回到內地發展 憑著高人戲不時出席各大商演 最近她就去一間酒吧登台 有十幾個保安護航有巨星拍頭 她在台上大唱金曲 有曬颱風又有活靈拍爆全場 今年同十三歲的孟子哥 未來不減當年 大叔的愛 王德斌發到愛的攻勢 Edan令偶像包袱表情超有喜感 ViuTV劇集大叔的愛 昨晚終於播出第一集的精彩片段 大家有沒有追看呢 Tintint I love you 王德斌飾演的大叔KK 不時做出害羞表情 和平時形象硬朗一距 造成強烈反差 為觀眾帶來不少驚喜 另外相信大家都會留意到MIRROR成員 Edan女雀安在劇中表情多多 很多鬼馬樣 還有有心網民將畫面 CAP低了 將Edan在劇中的反應 整成咪咪 以下這幾個樣子 你覺得哪個最有喜感呢 了 ここ 吳凱恩10年前空姐蹲曝光 ViuTV劇集2月29日 吳凱恩爆紅 不過他參選香港小姐進行前 有當過了空姐 昨天趁客園不用上班 帮自己的电脑断舍离 顺便和大家分享10年前做空姐的旧相 相片里的吴海恩和现在的样子没什么不同 但他就自爆21、22岁的自己很MK 打风的时候会特意站在飞机门隔离感受风雨 还说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其他人 看来这位空姐应该挺有性格 1993年别安迎邀道日本富士电视台拍摄游戏节目 但主音家驱在活动途中不幸发生意外逝世 而今天就是这位传奇主音细细28周年的日子 乐队成员叶世榮临时零分准时在社交网发文念好友 写下五个字怀念你家驱 而便安成员王冠宗今个下午亦发文 他说家驱其实一直都没走过 因为家驱已经活在大家心里面 与中欲博效果逼真 吴子墨被《惠英雄》演技震撕 《认真日记》昨晚播出第二集 《惠英雄》的演技再次引起网民讨论 我们画画而已 好 拿起 红姐在几分钟里面演出几种神态 加上凌丽的眼神 看到不少网民都觉得心惶 带赞红姐的神级演技好压场 《惠英雄》 《惠英雄》 梁永期来女儿幼稚园 Sophia 志弹志唱Today 庆祝 Gigi 梁永期的六岁女儿Sophia 转眼间已经幼稚园毕业 Gigi 在Ig上传Sophia 志弹志唱她的经典歌Today Sophia 甜美的歌声获网民大赞 尽得妈妈生存 年纪轻轻已经多才多艺 另外Sophia 更为全高妹Gigi的身形 见她和同学去郊游的照片 足足被隔离男同学高出一个头 网民都笑话以为Sophia读小学二年班 还封她为高妹2.0 大赞黄浩信演技好 陈志尧说要向她学习 陈志尧Yoyo出席大运同行电影首映礼 有全TVB《Hotter》选美新剧 Yoyo会担任女主角 她说看新闻才知 还未收到正式通知 多谢汪阿姐帮她说好说话 之后想请阿姐吃饭多谢她 之前王浩信赞老婆能力高 配音表现又够好 要向Yoyo学习 Yoyo就说老公是两届子弟 演技方面需要向她请教才对 好感谢 古天乐捐建小学被荒废 古仔十二年间捐钱起多少家学校 古天乐乐善好事 自从2008年文川大地震后 他在十二年里向内地捐款 兴建了一百三十五间学校 七百五十口水教 一座小水利工程 十八间医疗室 这么多年来捐了差不多五千万人民币 但最近有网民到访 古仔大约十年前 在贵州省以十八万捐建的 虹光古天乐小学 发现这家学校原来一早就荒废了 校舍周租山寨杂草 居民因为当地很多农村人 已经转到城市生活和工作 附近又建了条件更好的学校 所以这家学校已经停办差不多四年 乐役零生日开批 阵容大到此胎兴 无线高层乐役 昨天六十二岁生日 因为疫情关系 他今年选择在家举行生日派对 无线高层曾志偉都有惊喜衍生 而乐小姐身边的爱将苗乔韦 王翠鱼 肖靖南 张宝宜 袁伟豪 唐诗泳 主线雪 JW都有出席 至于获乐小姐欢心的吴卓熙 更和他手拖手合照 乐小姐生日快乐 大仔幼稚园毕业做布幕代表 周文琪说心情无比感动 周文琪 Kathy和法籍老公Zhuglain 又有一对儿子 Shucker和Avian 他们安排小朋友 一起入独立本地名牌幼稚园 Kathy不时在社交网 分享儿子在家学习的照片 转眼加大仔Shucker毕业 身为班长的她 更在毕业典礼中 担任代表做布幕 片中见Shucker新穿红色毕业袍 独自在台上拿着麦 用广东话向嘉宾着自我介照 表现得非常淡定 Kathy对比儿子K1第一日上学 和在台上说话的情景 她说心情无比感动 更好感谢学校用心教导 本地 보� χ 即席 稳策 路 steals 路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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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